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曹毅 我经常收到一些私信啊 要么就是让我介绍女朋友 要么就问我怎么撩妹 我说句实话 如果你自己不行呢 我再能当美朋友都没有办法 所以到底什么样的男生 会比较受女生欢迎呢 暖心一点的吧 贴心一点的 我认为 就要去找一个 就是很懂事啊 听女朋友的话 比如说她和朋友说句话 还要先争取下你的意见啊 考虑一下你啊 气大火好 现在有男朋友吗 有的 有的 他符合你的表情吗 符合呀 吴彦祖 非常符合我的要求 所以你的用后体验感怎么样 很好 就要化了妆的 原来我都是气色红热 月色有光泽 所以男生一定要多注意一下自己 多锻炼一下自己那方面的 那方面吧 这个方面都很好 我敢说 但是长得帅比较重要 还是国好比较重要 嗯 不给都选吗 维持感情的话 还是两个人互相合适 能够相处来最重要 长得帅的就 嗯 就掉了 阳光分气温柔呼吸 那你觉得自己符合这个要求吗 不算一无所有 像胡歌一样帅 像彭于晏一样一样 你强的男生呢 你觉得自己符合 不受欢迎 小一点的吧 现在流行骚 就是那种比蓝花值啊 霸气一点的吧 怎么用一句话证明你很霸气 我不帅 我没想看我很糟 有责任性的吧 不年龄断吧 如果是比较年轻的话 就是长得好看的 然后年纪稍微大一点的 大叔的话就是那种成熟稳重的 然后有事业性的 你年龙短的 幽默感一点的 比较装衣的吧 比较细心 动作比较好的吧 细心一点的 然后孝顺一点的 品质要好一点的 我这样的 我很帅啊 很帅 肯定不 还有泪汗不 对女人好啊 然后我很喜欢她啊 就是把她当成长中宝啊 我们嘛 就是要一些小细节 所以必须要特别体贴那种 和好的啊 那你符合这个要求吗 那也问我女朋友吧 就那些不太好的应该怎么办 可以适当地用一些保健品 就不保健 或者这一块有什么要求 没有啊 没有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可以心里根本去研究一下好不好 这个的话是从新加坡来的一款叫 威特蒙的 主要是调节你的精力 让你精力比较旺盛一点 里面的话放的是冬干 里 然后番茄红素等等 一系列的植物的一些 这样的原材料 长得帅的啊 长得帅的啊 长得更帅的啊 所以你觉得男朋友符合这个要求吗 跟他在一起的原因是一块 因为出众收拾在一起的 因为很小 是不懂事吗 不懂事吗 幽默 我很难一点吧 给他有一种真诚感的 长得帅的啊 人品得好 就对他很好啊 长得年轻 长得娘还要长得比较 中国风的男生吧 和这种小鲜肉差多远 差老远了 我老拉肉了 那你觉得自己受欢迎吗 挺受欢迎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也是肉 长得帅比较重要 还是活好比较重要 前期的话 咱们在发育 估计是要长得好看 但是靠后期的话 必须得要是靠活 你活如果说支撑不住的话 全盘极数 可能像我这样的吧 就是又没钱又不帅吧 那是什么地方 让女生喜欢的 可能活比较好吧 活好了 但是未免平时会 希望有些事情 这个售价是新币 比70 大概人民币300多的样子 像他这种高不帅 这种类型还差多 差了一个珠穆朗玛峰吧 上面有高度吧 是的 可能是长得都重要 还是多好重要 都重要吧 都重要吧 都重要 所以希望你可以靠 补充你的那个高度 身体各方面和身材 比较好的吧 对 我其实有收到过 你们寄给我的产品 有什么 一开始没敢用 不来上网查了一下 发现它是那个 新加坡还有一个挺有名气的品牌 然后就用了一下 我觉得还行吧 因为本来经常失眠 后来 失用了之后 我就觉得睡眠好多了 然后每天人也挺精神的 你上次拿的什么 但这一次的是叫 母艺黄金的 然后可以让你回去继续启用 然后这个的话呢 也是天然草品精华的 记得给我们回馈哦 问了一大圈下来呢 这么多答案 也许你满足不了高 也满足不了帅 更满足不了有钱 但是你可以让自己更强壮 我们呢 也只能帮你到这了 上京东搜索Vitmo 让自己威猛起来